多肉区现在还非常的空 所以现在继续来种多肉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地亚的老庄 好看吧 这一颗的话才六块多钱 是不是非常的便宜 现在就去给它漂一个盆 种这个多肉老庄 最好用高一点的盆来种 那样的话会非常的漂亮 我就选这个口径8.5 高15厘米的这个素头盆种 这样放进去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先把这个多肉处理一下 把它原来的这个土去掉 这样这个土就去掉了 再把这种过长的根给它剪掉 然后把这个伤口涂抹一点草木龟 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它种下去了 如果你为了保险起见的话 最好给它晾一下 这个盆底我是加了一层这个桃粒 因为这个盆它比较的深 然后再加土 我用的是自己配置的这个多肉土 想买这个土的话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原液 就可以找到 再把肉粒放进去 再把肉粒放进去 继续加土 再用这个镊子 把这个土往下搓一搓 为了预防这个多肉 长这个芥克层 给它加点小白药进去 继续加土 这样就种好了 再用这个火山时给它铺下面 再用这个铺下面 这样就搞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因为我是炒土上盆的 就不用给它浇税 直接把它拿去换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这一盆地亚老庄已经缓了一个星期了 现在就把它搬去多肉区 我就把它放在这一个位置来养 因为上盆的时候没有给它浇水 所以现在给它浇透水